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看看小镇的这个不仅黄叶一堆还有一些黑枝枯枝 那这个小木槿呢是得了黑枝病 那这种病害一般发生在夏天 夏季高温分乐的天险 然后呢加上连续的阴阴雨天就会发生这种情况了 那这个黑枝病一般刚开始呢 就是集中在枝条的中上部分会发生黑枝 黑枝病一般刚开始呢就会在枝条的中上部分发生这种黑枝的情况 而且刚开始呢你可能会注意不到 那然后呢慢慢的它像这样整根枝条呢就都会枯死了 最后可能严重点整盆都救不回来 平时呢到了夏天我们养住这种小木槿 所以说还是需要注意的 首先就是要避免它长时间的淋雨 尤其是高温闷热的夏天 否则很容易就会发生黄叶落叶 那严重点呢就会发生黑枝病了 然后啊当我们发现之后 我们要及时的把这些枯死的枝条呢 给它修剪掉 修剪干净 千万不要舍不得 否则很容易导致整盆蜘蛛的死亡 加上这个小木槿 它本身就比较难修剪 现在呢它一插花也都开的差不多了 我们可以趁机给它修剪一下 把这些枯死的啊都给它修剪掉 这样修剪之后啊 很快呢就能再次生长了 那修剪完之后的小木槿 我们最好给它放在阳台阳户 避免淋雨啊 以免呢再次发生这种现象 关于这盆小木槿